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创业军事》 在今次疫情期间 很多学校都停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单是学校 補习社也要停留了一段时间 但当中要继续营运 要继续交租 又要继续出工资给导师 似乎对补习社的营运压力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一位嘉宾和我们分享一下 疫情当中他们怎样开补习社度过 还有为何开补习社的初衷是什么呢 Dino 有一件事特别好奇 因为传统话教师有传道受盈和解惑的责任 但当一个教师变成一位老板的时候 赚钱之外是否真的可以复达这三个责任呢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英语教育创办 Steven和我们讲一下 除了说疫情当中怎样到过 还有就像Felix所说 怎样可以在营商当中 又可以满足教育重要的角度 要找你们谈谈 先说回 其实我觉得 补习社这个事业多年来是不断地变成的 随着社会的状况是变成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些补习社 屋邨是小小的 很以人为本的 功课辅导班 你去到上完课 即是在学校上完课 不认识 可以问补习老师 那个补习老师中英数 什么都会教你的 好像第二个家伙伴 真的要远回 然后到大一点 去到九十年代 我们当年是叫回考 去一些大型的教育中心 补习社那里 去补习 你见到形式是变成的 由小型店铺到大型的教育中心 先问Steven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 还有为什么你会 投身补习社这个行业 首先 早晨Teen 和早晨Phoenix 很有老师的感觉 早晨 早晨 多谢你邀请我上来的节目 首先 为什么当初 会投身补习这个行业 就是 源自于我本身 当然我们也是经历过 在九十年代 很多补习天王 他们这个行业的分图 看下 接着会考和高考的年代 而出来的产物 但是经历过这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发觉 读书在学校 又好像不是太听得明白老师说话 可能当时自己都很卑 但是有欠缺方法 以前就不算很乖 很肯去补习 就有尝试在临死线之前 去补习 去一些大型的补习社 发觉其实 当初 他们去教的方法和技巧 其实可能都叫做有用的 可能因为自己不是太过勤力 又或者不是太过上心 所以最终 那个考试成绩 就不是太理常 但是 一路经历了之后 很多 譬如高考之后 发觉 不是的 真的要用心读书才可以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令到自己读到呢 自己找到方法之后 就觉得 其实这些方法 可不可以分享 给多些不同的 譬如可能师弟师妹 又或者是再小一点的学生 那 当初就这样去萌生了 开补习社的概念 师凡 读书也有方法 但是 我见你去开补习社的时候 也有你的方法 那你现在有三间分店 那三间都不约而同 是这个葵青区 其实是否有些特别的策略 在里面 还是纯粹是你住得近 就算隔水楼台呢 其实不是住得近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读书很多 很多学生 或者可能就算老师 自己都会去 reject他自己去学 或者去教的内容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内容是可以帮助到 我们一个思维 或者是你一个 逻辑哲学的训练 其实以前读中史 我们说中史 那大角度来也没用 你出来要不就教书 要不就出书 要不就出书写文字 好像没什么意义 但是其实以前 我想很多人都玩过三国志 但我最不熟就是三国那部分 其实 但是历史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 一个点 去给到一个提示 就是 你如果在一个地方 你都未能够可以 养精蓄蕁的时候 你胡乱出兵 那你就很容易被人打散 做一个城池 对 才攻另一个城池 对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这样的方针 所以就先做好自己的区 而其实我们慢慢就发觉 我们本身这区其实都很大 香港也很大 那其实同一区有很多不同的学生 有不同的需要 有些是成绩好 接着他想可以获得更加好的成绩 那有些呢 其实可能成绩是中中等等 或者OK 但是可能其实他们是基于以前 是操练回来的 接着又或者可能是爸爸妈妈逼出来的 其实他们都很想找一些方法 可以去帮到他们自己去突破 那这班的学生 那继续最后那批其实是最惨的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啊 成绩很差 有band two band three 那没有人理他 那他可能自己都放弃 那究竟这些学生 可不可以怎么去帮到他们呢 这个也是我们 在三个方向里面去看他们 是这样的 Felix 原来呢 读历史呢 都很有用的 不单止说 畢業出来之后呢 除了做历史科老师之外呢 可以做生意也可以的 玩Marketing 像Steven那样说的 因为读历史 玩那些游戏的话呢 原来发觉 有时集中在一个地区 发展都挺好的 但我有个问题 想问Steven就是 其实呢 说真的 补习社都开到成行成次的 对不对 就是很多选择 需要补习社 都有一个自己的个性 或者品牌形象出来的呢 在集团式补习年代最流行 就是可能九十或千禧年代 很多补习天王 有些就很有型 很帥仔 很美女 很专业 而在于补习社来说呢 形象又会突出一些 譬如说 我这间补习社 英文就补得最好 那间就是数学 需要不需要有这个形象走出来呢 我想其实在每一个行业本身 他都有特定的一个宣传策略 同样方法 我们补习这个行业 像阿天你刚刚说的 在九十年代 千禧年代的时候 补习天王成行成市 是将它打造到一个天王级 但随着在特别这十年 补习整个行业 是有很大的变化 除了有很多中小型的补习 特略而出之外 也有很多IG 网店 他们就走出来 去教 当然可能很多角色很明显 就是我哪一科最强的去教 但在我们自己的策略上 就会将每一个主要的科目 将它去突展出来 让他们知道 因为很多时候学生 就算他们副科多厉害 都好 他入大学 或者升中的门栏 那一下 继分永远计得最多 都是主科 那大家这件事是不能备免的 那我们就集中火力 在这三科里面 去让他们知道 你可以如何去处理 那接着就是 去到老师方面 那我们当然都会有一个 的市场打造 就会将他们打造成一个名师 那在背后里面 其实我相信 在大型补习社 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好 都一定是背后做了很多功夫 你不会说 哦 弄了一个明星出来 那是有名无实 所以后面 我们就会给很多支持 给那些同事 跟着去做 跟他们做training 让他们可以 在教学上面 和在形象上面 都可以去应付得到 Steven 那补习社呢 除了补习 会不会都有其他东西 可以加入 例如我见到 有些厕所 会无端端做个咖啡 摘着头发 又可以吃虾东西 那补习社 你会否复发其上 可以卖文具 或者做其他零售 行不行呢 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这概念 我们也是这两年 一路去和团队一路去打造一个project 就是 你们都在试着 我们未来都会去做 这件事 第一个概念 就是将文具店 和补习社 看看可不可以 cross over 可以做得到 而第二 也都好像 刚才Felix 那样说 其实cafe 和补习社 我记得曾经 有一间 某一间 大型补习社 是有做过这件事 但最后 是有个gymick 在那 但最后 但当中 有一些原因 我们都有去整理过 其实是可以看可不可以再adjust了之后 重新再推出来 market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概念 譬如说 咖啡店和补习社 融合来做得很好 怎样说 很亲身的体验 上个星期 去一个商场 打算和老婆 下午 chill喝杯咖啡 看到很多很勤力的学生 很温暖 一个位置都没有 是的 因为以前 很多年前 帮人去做 一些私人补习社 都是这样 一间cafe 所以其实是大有market 另外我想问 譬如你讲补习社 刚才我们说过 补习社有不同规模 现在也是 可能有些比较小规模的 屋村形式 你们是叫中型规模 也有些大型连属一些 那个营运方法上 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的意思是 譬如说 大型那些 可能来补习 用课程 它便会走 但譬如你们这类规模的补习社 需不需要在学生方面 入手多些 譬如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 需不需要再密切一点 一定需要的 因为在我们经营的方程中 我们最重视的就是CRM 可能对于本身这个行业的经营者 未必太熟悉CRM 但我相信很多商界的朋友 一定知道 什么叫CRM 因为很多时候 你说大型本压有一个好处 它的优势就是 明师他们的资历很厉害 可能他们的方法都非常优越 但问题是 你未必能够遇到每一个学生的需要 所以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于沟通 我们就将很多很多的资源 放在同学生 甚至乎是同家长去沟通的方面 中间你知道它有什么困难 或者有什么是阻碍的时候 就可以去帮助他们 Steven 我们和你谈完经营的模式 但我知道一间补习社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CG如何去保持 不如下一节你和我们分享多一点 好 欢迎大家回来收看这一集的《创业军司》 今天我们继续和补习社的创办人 Steven一起聊聊天 上一节我们说到你的经历 为何要开补习社 现在成绩很好 有三间集中在同一个区分里面 回想回来 不要回想 不如拿最新的资料 我不问你第一间开了多少钱 你刚刚过多月前才开了第三间 是的 成本是怎样的 过七位数字 过七位数字 数字 就是二百万计 二百万计 用在哪方面呢 又或者是怎样支出 营收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说开一间补习社很简单 没错 开补习社通常分几类 我们不需要领取牌照 一支是需要领取牌照的补习社 所以领取牌照 很多时候我们经过过五关斩六掌 又有屋宇、消防、地震 卫生网、卫生署教局等等 当中每个牌照 要复充到一些特定的条件 其实里面需要花费很多钱 去复充那些设备等等 第二就是装修 因为一间补习社 你不是这样 很多人说 一张桌和椅就完成 其实不是的 因为当中里面 你怎样令到一间补习社 其实当背后有很多硬件 还有不同的人力 其实都需要去调配 变成那些资源都会集中放在那裏 比较为一个普通装修 买一张桌椅 原来听起来 开间补习社都不惹小 但你刚才说 可能硬件方面要很多功夫 其实软件方面 例如你刚才提及到 在CG那里 怎样可以确保它们的质素 是否像其他补习社那样 你们都会制造一些名师出来 或者你自己是否都有去教 是 我自己都有去教 我们在CG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 严格的要求 不是纯粹在于学历 因为我相信在现在 学历这么贬值的情况下 在大学毕业 其实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条件 但其实一个好的老师 是否在于一个学历 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 学历高的人 未必可以将他的概念 知识可以传授到 那还需要些什么呢 我们最考究的就是 他如何去教 所以在我们筛选同事的过程里面 我们自己 我自己都会亲自下场去试 要他模拟真正上堂的时刻 即是你扮成一个学历 是的 那个面试就是一个老师 正常去教你 是的 正常去教 第一我们看几件事 就是看他本身 可不可以很清楚去解释到 概念 这是最基本的 第二 他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方法 是的 导致的方法很重要 这是可以表现到他的角色 第三 就是他可不可以吸引到学生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说真的 学生他们每一天 翻这么多个钟头学 即是现在疫情另计 但是 你正常计 他每天翻九个钟头学 那么你扣了他一个钟头的 吃饭时间 你都八个钟头 和正常一个大人是没有分别的 接着放学 他们还要来补插 其实他们 你说他们不乖吗 如果不乖 就直接坐在这里走 所以 所以用这么多时间 我们如何吸引到他们 这个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就像Steven这样说 作为一个补习老师 即是他成绩 是不是要到最最高的那些 其实未必 他需要一个教授 和沟通的能力 还有我们也见到 一些补习老师 是非常搞笑的 其实他是不是想这么搞笑呢 他主要是希望你 那些同学 一半一学 都来到补习 希望令到你们集中一点 专注一点 他才会有这个行动 特别想上课 如果老师搞笑的话 是 另外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都会问 我们参谋会的嘉宾 始终要应对疫情 是 疫情中的交易行业 是其中一个 影响 是很巨大的 因为很雜誌 真的不可以开 就算你开得 你应对疫情的应变 始终他们有小朋友 有学生 接触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会 最多些 在疫情里面 其实你们受的影响有多大 以及你们如何去应对那件事 其实在疫情的开始 我们基本上是第一时间 配合教局去做这个措施 就是我们会即时停货 最主要是保障学生 家长 同事 以及整个社区的安全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区 其中一份子 这是最看重的一件事 其后就要想 怎么应对呢 要交租 老师也要出粮 你不可以不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即时去转做网科 当时我们都算是全港第一批 那班教育工作者去转做网科 其实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因为当时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用这个网科去和他们上课 而那些学生大部分都没有 那我们同事就去留东西去研究 每一天每一天工作到三四点 五六点 甚至乎是通宵 然后可能回家充个梁 就回来保障社这一堂 那接着呢 我们就将这一件事去推出来 是的 我们就即时去应对 最初的时候 家长或者学生 他们很担心 学不学到东西的 然后又好像上不到课 看不到老师的 那怎么办 很多人都担心 但是这些担心 在最初那两个月 甚至乎三个月 其实那些冲击真的很大 那我们都流失了很多的学生和家长 那去到后期 他们开始看到 真是因为会看到上课 就算爸爸妈妈上班 網上有个好处就是 他上班 就是我们都知道 爸爸妈妈一定会看的 那我们都很有信心的 对自己 那他们去看 看完之后 咦不是喔 我们的课堂真的 老师也是搞得不错的 那我们跟进 都做得非常之不错 所以他们去到第四句 就开始回来了 嗯 斯尼文都挺有趣的 因为疫情下 被迫就要网上去收货 但是慢慢温顺的时候 发觉 原来网上收货 都有它的优势在 那将来 会不会 假设疫情可以互没的时候 被你选 可以实体收货 亦都可以亡货 那会不会因为 即是温顺了亡货 你反而是喜欢了亡货 那些问题真的找得很好 其实很多人都有问过 同一个问题 究竟哪一种呢 因为现在很多 很两极化的想法 就是有些就是 仍然坚持实体 有些就是说 网上是完全可以的 但其实 可不可以把两个东西都 混合在一起呢 因为始终 一个市场 放在这里 你不会说所有的人 都会是 可以是同一个概念 或者他们一定是 放在同一套的 所以其实有部分的学生 他们可以是 纯粹是 就是有些可能 很自律的学生 又或者他们 那些时间是需要 很轻易的 我想这方面 就可以较到他们的需要 但是 仍然都有大部分的学生 是需要 真实体的 因为譬如可能 他们大部分 未必说 好像我们以前那样 其实都不是很努力 然后又未必 很需要别人鼓励 其实很多学生 这么说 未必是他真的想难 但是可能他曾经有想过 但是 动力的源头在哪里 他未必可能透过 屏幕 所以要看食饭 喜欢哪种 所以两方面 其实都非常之重要 我想 你说实体的网货 除了在 基教部集社的角度出发 也要从学生 因为学生在家出发 怎么说呢 是不是每个家 当然 在我们家 有电脑 有WiFi 很正常 但是想想 我先不说 是不是一个基层家庭 一个正常家庭 好像家里有两个小朋友 我不一定 有两部电脑 可以给他用 又或者 整个家的小朋友 不是我家的小朋友 而是整个大小朋友 都在家里 用WiFi 会取得很劲 你们作为 补习社 除了 刚才说的 你们都关顾学生 有没有一些措施行动 可以帮到他们 一些比较基层学生 如何适应到 网货的演变 其实都有 刚才 天理所说的情况 譬如是 网速 或者设备的数量不足 或者是 可能就算他已经 这些万事俱备 但我们所谓 只欠东风 就是整栋大厦 因为他始终 每个大厦 有一个限制 这些都会很影响到他们上网 譬如说 会在这里 他们可能会很担心 上不到网 是否我们的问题 接着 一来他们会打电话给我们 然后可能在学校 对 同事应治不下 所以如何去帮助他们 特别是一些 基层的家庭 我们在 网货的阶段 我们就有 一些 数据卡 可以帮到他们 提供给他们 对 完全是提供给他们 接着一张卡 其实很少容量 我们唯有 整搭整搭给他们 不计成本 没办法 因为始终 学习 这件事 永远是先走第一位 最後 问你一个深入一点的问题 因为我记得 上一次去你第三间分店开幕的时候 你分享了一个故事 就是你曾经 尝试过 轻生自己的生命 对 但今天的你 作为三间普集社的老板 也是为人师表 其实整个转变 我觉得是很大的分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野 其实 稍微说说 为什么当时兴生 我想很多年轻人 都可能 未必一定是敢做这一步 但当时 因为情商 年少气盛的时候 把感情排在第一位 一定是先拍拖 情商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当时也有少少家庭的因素 当时家庭就不太支持自己去创业 可能又整天都很晚了 而当时自己做生意 不是说经验太丰富 是有亏损 变成又有欠债 几件事加起来 不如去兴生 但幸好当时 有一位伯母叫方姨 她半夜走下来 跟着跟我聊天 她说 年轻人不要这样 然后由她去 原谅我重新做人的意志 之后 从此缺子 一定将这个经验 人家都这么帮我 三五七七走下来 晚上跟我聊天 然后劝我回去 还要打电话 问我 阿星你回去了吗 其实很关心 所以这个爱 其实是可以传承开 亦是比较多的人感受 其实好像听了Steel这样说 我想不论人生也好 或是创业做生意也好 总会有困难要面对 勇敢一点 去面对有困难 就会有新的阶段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 请订阅这条影片 然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之后按下小铃铛 留意我们最新的动态 记住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page 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